台北市的金华城在走入历史之后 原地改建 那未来呢会变成金华广场 变成一个商办园区 在今天进行了动土典礼 未来呢园区内预计会盖四栋大楼 占地约五千坪 也会是台北市最大的商办园区 工程顺利 拿起金铲子向下挖 金华城改建的商办园区金华广场 终于动土 由微金集团主席沈庆金带头 政商大咖全出席 五千坪基地未来将变身北市最大商办 金华城改建为商办 主要也是运营市场的需求 金华广场预计盖四栋十九层大楼 可容纳约一万人 估计年底取得建造 二零二六年完工 目前地下一二楼规划为共享空间 建筑办公室采环保科技风 承袭桃株影员高楼层种树理念 把森林过去在平面的立体化 而达到原来在平面的吸炭量 我们还没有开始在办招商 我相信外商有很多机会来这边 瞄准A级商办需求有望带回人潮 而另外一个建商集团 则瞄准巴黎港湾超前部署 在淡水巴黎台北港特定开发区 这一代呢力宝集团一共砸了约一百三十五亿元 打包这里四点五万瓶的土地 未来要开发成饭店娱乐商场 或是展览会馆等等 结合娱乐产业进行复合式商务区开发 增添巴黎房市想象空间 各大建商劣地布局 让商办市场再添心兵 三星的徐志雄 苏宇宽 方雨响 李孟山 台北报道